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三无产品 这么大一块,就像一个砖头一样 首先从外观上看是没有任何品牌标识的 第二就是容量也没有标 就连这一块硬盘的主人也不知道它是多大的 第三就是上机也不会有任何显示 我们先用芯片检测工具来看一下 这一块盘的主控它是检测不到的 不过上面显示了USB2.0的协议版本 那我大概知道了 这种极有可能是那些29块9包油 或者是39块9包油的那种所谓的固态移动硬盘 咱们把它外壳拆下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花了点时间,我已经把接口前面的盖板给它取下来了 我是用热风枪加热上面给它催软化了 这种外壳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 因为里面还挂满了这些胶水 这是害怕被看到什么吗?包得这么严密 让我们看看它用了什么颗粒 没想到之前在贴吧上看到的画面 今天居然出现在我这里了 这个盘的完整学名叫做SumSD Car 或者俗称为SSD 这个主板的做工也是非常的简洁明了 内部采用模块化的设计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维修 以及替换这个配件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不太环保了 它的这个外壳明明是可以缩短一半的 我不知道是该为此感到悲伤 还是为山寨大佬的制造工艺感到骄傲 这个盘是来做资料恢复的 不认容量有大概率是固件挂了 里面是MW6688C的主控 经典的EMMC或者是内存卡主控 而且我在某宝上翻到这个主控 它都是单贴颗粒的 不知道那边的大佬用了什么魔法 把两个内存卡组装到了一起 而且这个卡上面还没标容量的 我们拆下来看一下 把这个贴纸给它撕了 两个完整的卡槽 它并不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128G 这饱熟吗 我们用读卡器单独测试一下 这两个内存卡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卡可以正常识别到 我们打开Vintex看一下 全部都是这种FF的字节 感觉像是内存卡掉固件了吧 我们随便给它写几个字符看看 写不了啊 这个卡估计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换第二张 第二张还可以正常识别到 这里有一个55AA 前面是一个分区表 到后面这里就全部是这种不认识的内容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打开以后也是空白的 上面一个文件都没有 另外我也用恢复工具扫描了一下 还是看不到内容 就算这个TF卡它做了一个RAID零阵列 即使文件扫出来不完整或者无法打开 文件头总能给我找到吧 这个内存卡有大概率也是扩容得来的 随后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这块同款硬盘的外壳好家伙 64TB55块 72TB22.8块 往下拉64T的36块9都有 已经有300多条水鱼上钩了 不过还好 这名网友第二天跟我说资料备份找到了 所以自然而然这一块盘也不需要我进行恢复了 如果真的要我恢复这一个盘 我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呢 对了 既然它能识别到内存卡 那如果我找一张完好的内存卡连接上去 它会显示什么呢 这里应该是接第一张卡的 我们把它连接上去 这个居然还是跑马灯的 很显然我的卡是识别不了的 那如果我再加一张 它原来的内存卡会怎样呢 也是没有反应的 这种6688的双卡双带主控应该还要刷对应的固件才能识别到的 跟普通的读卡器还不太一样 当然了他们刷的一般都是定制版的扩容固件 只要你愿意 容量随便改 因此还是建议不要贪小便宜 亏个几十块钱 当时买个教训吧 如果资料存放在这种炸弹盘里面丢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